说起真正男子汉这当综艺,其实还真的让人觉得挺怀念的,不只是里面的嘉宾参加节目的环节,还有这当综艺中的素人军人们,特别是担任明星的班长们,各个都是让人觉得特别可爱的人,而如今真正男子汉,第二季都播完很久了,大家不想知道当年的那些班长们的近况吗? 真正男子汉第二季里担任杨幂所在班的班长王威,在最近宣布了退役,微博还上了热搜,在宣布退役的视频中,结果真正的军人们哭得气不成声,确实让人有一种类目的冲动,同时也让人感慨,那就是当年追踪役里的军人,如今都退役了,时光真的太快了,还有就是真正男子汉,第一季里担任刘浩然等明星, 所在班的班长杨树鹏,他更加让人惋惜,因为他在节目之后,就去了维和部队,而且参加行动牺牲了,之前有条新闻是欢迎维和牺牲士兵回家,杨树鹏就在牺牲名单中,所以说综艺最怕的就是往回看, 从现在看以前的综艺,真的还有一种不是人非之感,有人不在了有人离开了,情侣分手了,谁和谁又在一起了,真的变化太多了。